有人问我 你觉得试用信到底是不是个花合成 我觉得 在证据确凿之前 我假定它是清白无辜的 这是一个一罪从无的原则 这个举报 所谓实名举报的这个市政议 到底是谁 现在大家也还不知道 有29个自称少林弟子的人在网上说 说这个市政议就是誓言鲁 他曾经当过少林武僧团的总教头 这是个有功夫的 那么在很多照片里 你看他当年都是随时在试用信的身边 就说试用信还曾经挺信任他 但是后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什么点点点点点点 据说这个誓言鲁就被开除了 那么这个记者就找誓言鲁 誓言鲁说这个我不是市政议 但是我很佩服市政议 我现在不吭声 我等着这个调查真相大白的一天 好像也是话里有话 这个不知是谁的这个市政议啊 也可能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可能是一群人对吧 一天往外抛一个 一天往外抛一个 你看他这个节奏 哎这真像是一个有步骤是吧 有计划有目的的这么一次大检举行动 那么从这个里边啊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说这个举报者呀 要不他就真的是太正义了啊 这个正义满腔 是要这个把这个不义不法之事 哎给接出来 要不呢 就是他对这个施永信呢 那得有多深的这个这个仇怨啊 所以咱们也可以这样来去打击他 说是甚至有这个公安跟这个施永信的 这个关于通奸问题的讯问笔录 上面有施永信的名字 可是对不起 还是那句话 这个笔录的真伪 公安也没有去承认呢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而且这个笔录里边 我看到我只看到三页 有一页是讯问所谓施永信的 里边施永信只是讲 他跟一个女的关于这个佛像啊 该怎么处理啊 的一些一些个过程 就是只有一页没完 但是这一页里 我没见到施永信提到性关系 可是另两页啊 似乎是对那个女的这个讯问的笔录 那个女的会讲到什么 他跟这个施永信啊 这个有过这个十几二十多回 是吧 听说这个还为他打了胎 哎就有这样的话 真假 莫辩 那么 施永信本人呢 哎 现在这家伙一天天这个 这个风起云涌啊 甚至于哎 我觉得啊 这个里边我还有一个不解的地方 就是说把这个居民的个人户籍资料 哎 拿到或者说现在哎 现在这个市政议我觉得像是领着记者去查真相 哎 比如说他拿出一个户籍资料 记者跟着就跑那去查了 那么比如说一个居委会或者一个派出所 呃 在没有经过合法手续的情况下 能不能谁要 我就给你把这个居民的这个呃 一些资料 我觉得这个我有点呃存疑啊 啊这个手段我有点存疑 那当然有人说了 要不是这么个手段哎 怎么能够颁得到适用信 当然你要说颁得到 那就只能说你还在假定 假定他确实是个花和尚 但是在我看到确凿证据之前 我还是要说这个不能随便毁报 不能还不能认以为真啊 所以我不禁又想起啊 这个适用信他现在的态度 据说是啊 这个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不便及解脱 这个禅宗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说一个村里啊 村头住着一和尚 然后呢 这村里有一个大姑娘 哎 大姑娘生了孩子 怀了孕了 生了孩子了 父母亲那个脑啊 大呀 说你这个野种是谁的 这个大姑娘哭哭啼啼的说 村头那个和尚呢 结果这家人全村人跑到庙里兴师问罪 一口兔们吐这和尚脸上 你这个花和尚 哎 你怎么能够把我的闺女肚子搞大了 你这个这这这孩子 我的女我闺女带着孩子怎么嫁人呢 你养着吧 结果这个僧人唯唯诺诺 把这个孩子抱过来 就整天自己东家要一口粥 西家要一口粥 就养这个孩子啊 后来过了一年 大姑娘终于想念孩子 把这个实情告诉父母了 原来啊 是跟村里另一个小青年 哎 他们两个私通 哎 就是 但是怕父母这个打呀 怕这个家里人厉害啊 对吧 所以呢 只能编了 编瞎话 栽赃 说是那和尚干的 结果这下子 全村人又去那庙里 找那和尚说 哎呀 法师真是对不起啊 冤枉你了 错怪你了 现在这个让我们把孩子抱走吧 那这个和尚呢 还是不辩解 唯唯诺诺 唯唯诺诺 把这个孩子交还给他们 这个事儿 就这样咱们想起著名的 那个一些禅宗的这个语录啊 有时候 我们生活里啊 碰见这个恶人 怎么办 或者佛门里的事情啊 更讲不清 就是 佛教讲啊 有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比如说 施永信啊 他要 他感觉像一个企业家一样 融入现代社会啊 要把少林事业做大做强 但是他说呢 只有这样才能免于少林寺这个千年的这个法脉断绝 才能让少林寺不会凋零 才能把少林文化传播到这个世界 才有助于更广的弘法立生 那么他的解释是不是一个解释呢 所以这个里头啊 这个佛教又讲弘法 又讲这个结缘 又讲广开方便之门 但是同时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讲个人修行 甚至于说 在佛教里边 有的时候 一个庙里的这个方丈啊 他并不见得是佛学修为最高的那个人 他可能起的作用啊 正是管理 然后呢 这个庙里有专门负责修行的 比如说佛教里有护法这种说法 护法功德很大啊 他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 牺牲自己学习修行的时间 但是他护持着一个修行人 去专心搞他的修行 给他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供养他 让他修行成道 所以你看 咱们这个门外汉呢 有时候很难判断 你要是一不留神 随便去论是非啊 在佛教里还有一种说法啊 你那个不小心 你就犯了傍僧的大罪 你要堕入这个阿比地狱的 所以呢 当年释迦牟尼 涅槃的时候 走的时候 弟怎么问他 你想 释迦牟尼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个僧团的管理问题 僧团的管理问题 几百人上千人的这个僧团 那时候就说如果我们当中有那不靠谱的恶僧 我们怎么办呢 师父 你也走了 释迦牟尼留下两个字 说叫墨饼 墨饼 墨饼是什么意思啊 墨就是沉默 关注耳朵 关注眼睛 不理睬 饼呢 就是排斥 就是不理他 排斥他 就是墨饼 甚至有人说呀 到后来印度那个圣雄 甘地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也是这个墨饼一脉相承的一个精神渊源 就是我也不跟你斗 我也不叫不能叫不跟你斗 就是我用这个非暴力的方法 不合作的方法来跟你对付 可是你看现代社会多复杂 你一个人墨饼了 你得清净了 但是如果整个少林寺生育受到了这个毁坏 甚至是整个中国佛教的形象 这个遭到了这个诋毁 那么这两个谁轻谁重呢 因此佛教一般来说过去讲初世 但实际佛教并不否定入世 甚至说这个大乘佛教啊 普度众生 就是讲人间佛教 这入世 可是啊 你先得自己的修养到了一定程度 要不然这个智慧 你根本应付不了这个入世的是是非非 叫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